頭戴鴨神帽口罩男子賊頭賊鬧 闖進日本料理店 看似四下無人 但仔細點看 員工就趴在前方桌上補眠 竊賊似乎沒在怕的 直接就往店內闖 店內總共有兩名員工在休息 睡得香甜 完全沒有發現有外人闖入 這時竊賊慢慢往桌面靠近 原來他早已鎖定下手目標 拿了包就往門口跑 真的 光天化日 而且東區這邊人都那麼多 真的是既生氣又無奈 包包內總共有價值四萬元的金項鍊 還有當月房租 加起來超過十萬塊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就是這裡 號稱全台北市七匹子最高的生魚片洞 那都大推 評價新鮮的生魚片是店內招牌 吸引許多美食節目採訪 一人也真相推薦 沒想到這次卻慘遭小偷光顧 讓他們氣得在臉書上公布竊賊樣貌 頭戴鴨舌帽身穿POLO衫 身材偏瘦的四十歲中性男子 現在店家之希望 警方能趕緊逮到人 不要再有下個店家受害 接著郭先生 宋香林 台北報導